這次是我們三合一滑鼠 然後他就是快充60秒就可以用一個小時 然後他三合一基本上來就是我現在先把它打開 那他同時可以可以記憶三個裝置 然後他本身還有點傾斜面 所以我們不只是平面用 當你傾斜的時候又是全新的功能 所以他總共有16個功能 光滑鼠你可以自定義16個功能 然後再來就是你可以切到中間 他所謂的撿爆筆就是空中滑鼠 他不只是一個空中撿爆筆 他也是一個空中滑鼠 所以你可以暫停播放 然後三個按鍵你就自己去看你要設定什麼 全部自己定義 你要前後交換什麼 這些全部可以 然後他是唯一現在市面上有應用程式叫的 應用程式切換的 所以你不用跑上跑下去切換 比如說你要PowerPoint變成播放影片 然後影片播放完又要跑回電腦去播你的PowerPoint 就是直接這樣切換 你說 見面要做軟體 因為你才能自定義 所以呢 基本上我們家的撿爆筆就是 你連蘋果的Keynote都可以用 因為蘿機基本上只有支援 因為我們家的是全世界第一個 唯一可以全部自定義的簡報 如果你有一些功能 譬如說你簡報你常常追用 最常用就是兩種 如果你有第三種你想要呼叫什麼 你就自己把那個指令輸入進去 所以它就會變成 所以你用也可以控制Keynote的 好 然後還有再一個就是 所謂的電子白板 這邊就一個電子白板 所以你上台的時候你可能是用工裝的 當你近距離的時候你不可以用工裝 進去你就可以用了 好 視訊然後還是你要跟客人 做一些簡報就可以自己 所以我們所有功能都可以去用 好 還可以所有放好的東西你也可以把它存檔 整個畫面screenshot 好 把它存檔下來 好 所以它就是一個三合一 好 非常多功能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展場Computex的話 一直到禮拜一天 到我們官網購買下已經是九週 好 好 或是在我們的那個 南港的 苗屋書店 好也有販售 你們可以先拍下 然後回去可以 裡面有 那這幾款不同的部分是什麼 這幾個黑色這個Port Point 是旗艦款 對啊 好 現在我們主打的是這兩款 因為那是教育的 就是最入門 OK 然後 這是三個按鈕 然後這兩個按鈕 好這兩個差異在哪裡呢 這個 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裡面呢 都有附一個旅遊的盒子 嗯 然後它還有一個這個 我們是磁吸充電 快充 3.4快充 60秒就可以用一個小時 好 所以就USB A 然後就可以快充 OK 我們所有都是快充 可是唯獨旗艦款呢 這一個呢 它是還有2.4G的模組 就那一個 對 所以你家裡的電視如果不是LG 像你想要有那種空中滑鼠功能的話 你家裡電視如果支援USB的裝置 你插上去就可以空中滑鼠 好 OK 好 或是你有一些電腦是沒有藍牙的 還是什麼之類的 所以其他的都是藍牙 對 其他就是藍牙 好 基本上應該說 這一款它也有支援2.4G 只是它配的這個東西只有充電器 那你可以另外到我們的官網 去選購 再另外買一點 那種雙網 比如說這種 這兩個功能 然後這些都是一個功能充電 那再來如果 你們是 主要是教育的嗎 還是說IT啊還是什麼之類 對對對 就是 有興趣 對 因為我們也有一些比較進階的IT的功能 你們可以試試看 可以勇敢這有點 所以我們這些功能全部都可以去設定 你可以體驗一下我們那個傾斜的功能 好舉例來講 你現在就在傾斜 好那你可以上下火 對你要你要稍微體驗一下 對你不然它傾斜 然後它可以停在那邊 就我 然後你可以上下 好 好正常用都是這樣子用 那你今天傾斜完就會這樣 你看我都不用 我可以這樣敲起來 去控制它 好你可以試試看它 它是有人傾斜的角度 所以你今天如果是網頁啊什麼的 你就不用在那邊轉轉轉 就好 沒有手指頭就是 手去動它 就好 所以我每一個按鍵呢 基本上前面就是所謂的左鍵 這整個外型都是我們自己的專領 好然後 我們在 在國外也都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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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上下 然後你也可以左右 對沒錯 我也是要左右移動 所以你就不用在那邊按著那個 然後自己滑 所以你今天網頁啊什麼 全部都可以 按到 對然後你要一直轉轉轉轉 如果你就很 你的列表是非常大的 就要一直轉 你要轉這樣 自己搜尋 放進去 對可以 謝謝 所以你們可以再上我們公文 有非常多的介紹 謝謝 謝謝 那這兩款有什麼差異 這兩款喔 這款主要是我們在醫學上面的用 就是說我們有賣給一些 像那種復健 有些人有那個隧道晚跡症 用我們的話 人體工學都可以馬上改善它的狀況 那不是全部都有啊 全部都可以 但是我們這款就是主打 在那方面 因為它裡面還有一個叫健康功能 有點像是Apple Watch裡面 裡面不是有一個可以健康 多了一個感應器在裡面 對 它沒有感應器 它其實就是一些 譬如說提醒你 你每天不要用超過一個小時的滑鼠 就類似這樣子 那有些人可以把它拿來當做 像做簡報的時候 不是會有一些計時器嗎 你也可以拿來當計時器 OK 對 好 那像這個就沒有健康功能 那旗艦款就是所有都有 就大家有它一定會有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拿 就是把一些功能拿掉 所以我們最常賣的就是 還是以這兩個為止 所以在我們網站上主要是看到 這兩個 這兩個最大的差別 就是2.4G跟第三個按鍵 沒錯 好 那其實這個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差異 但比較少人來 除非你是資訊的網管 好 你今天要從 蘋果的iPad 遠端到 一個Windows的電腦 iPad不是都觸碰嗎 觸碰其實就是 就是所謂的滑鼠左鍵網 我們跟那些圓端的軟體 VMware 什麼全部都合作 只有我們家滑鼠可以有鍵 在iPad上可以有鍵 可是也只有我們家 因為我們就跟他們自己合作 就開發我們的關係 嗯 好 所以就其實 老實講說 差異有三個 重量的重量有差嗎 大概24克而已 OK 一個橡皮擦的重量 非常輕 所以你看你拿起來就非常輕 所以它充電是磁吸的 對磁吸的 就要這樣子擦 你就找一個 然後就這樣子 就直接磁吸 所以你說這一個 這個 就多了2.4G 都也是長一樣 長的一樣 OK 但怎麼判別不同呢 顏色 來 這樣 哇 哇 好舒服 剛剛那一隻是這一隻嗎 對對對 對對對 你看這個顏色不同 這是橘色 這白色 那OK 大小也差不多 都一模一樣 哈哈 哈哈 所以你可以試試看那個 所以你平常會用到簡報功能嗎 比較少喔 像我們這個就主打 就是你即使是在很狹小的方向 都可以去操作它 嗯 然後又有快充 主要是看它很小 對啊 真的60秒就可以用一個小時 快充功能 對 然後 然後 中間這個是怎樣 中間就是 Presenter 就是簡報筆 就是全世界第一次可以全客自換的簡報筆 就是完全按照你要的功能 去收 那你剛剛那個尋空的那一個是怎麼樣 對就是這個 你把它切換到中間 這開過 好 好 你可以試看 然後按住 我三個按鈕都射不一樣功能 可以試看 那你還是可以點吧 因為它還是空中滑鼠 所以要按住它才會去追蹤 對按住去移動 然後你點擊就是所謂的點擊 哦 你可以到一個定點然後點點 哦 因為你要看喔 你把它想像成 今天假設這是一個簡報筆 簡報筆一定是一個超大的螢幕 如果投影機你是站遠遠的操控 就不會那麼難瞄 好 所以為什麼我們 它三合一就是我們還有一個桌面簡報筆模式 你可以放在桌上用 剛剛那些功能全部放在桌上用 好 它現在是走藍牙 對 它現在走藍牙 那它的延遲是不是比較高 就是你現在看到的 所以它其實只是教育用的 所以其實它延遲不會說大家會很care 對 主要它是你的教育的內容 好 感謝分享 好 你可以在上網看一下我們一些開箱 好 謝謝 好 謝謝